娱乐圈是个现实的地方 这里有最现实的人 今天还是好朋友好闺蜜 也许明天就翻脸不认人了 长久以来各种故事 让我们以为娱乐圈早已经没有了真爱 难道娱乐圈就没有了真爱吗 很明显有 娱乐圈还是有极少数 愿意同甘共苦的明星的 有些就算是老公破产也不离不弃 就算是患癌症也愿意一直照顾 娱乐圈也有真爱 钟振涛很多年前也曾经是一般富翁身家丰厚 然而自从娶了一个爱花钱大家的老婆之后 就开始走各种媒日 张晓慧是娱乐圈出了名的爱花钱的女星 别说是钟振涛这种只有几个亿的明星 就算几十亿估计也不一定够张小会花的 钟振涛家产被白光之后人见人弊 但是这个时候他的现任妻子半江明 明知道钟振涛破产了 却一点都不介意 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 依然嫁给了破产钟振涛 甚至还带钟振涛子女士如季初 和钟振涛结婚后两人相互扶持 虽然不算很富裕 但是也很幸福 真是话那件真情 影帝梁家辉在没有成名之前就娶了自己的现任妻子 两人当时都没什么名气的小艺人 但是却相互鼓励 过了很多年以后 梁家辉终于成了香港最有名的影帝 不过两人的感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变质 依然分爱如初 梁家辉虽然电影中都是适应反派 但是现实中却必要不炒作 入行这么多年几乎是没有什么花边新闻 一个男人贫穷的时候也 许能共化那 但是富裕有地位之后 还守着老妻的人不多 尤其是现在梁家辉妻子已经严重发胖 看上去比梁家辉还要大一些 梁家辉真男人 吴京和谢南一直以来就很幸福 两人并不穷 甚至很富裕 但是前几年吴京想要拍炸狼电影的时候缺钱 没人愿意投资 为了能实现电影梦想 夫妻俩商议之后决定把房子抵押 谢南甚至说 如果亏了我养你 别属娱乐圈的明星 现实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也没有多少 我想每个男人恐怕都希望有这么一个支持理解自己梦想的妻子吧 但是现实中的男人百分之八十的梦想都会被妻子打击烟灭 这是不争的事实 刘涛当初嫁给王柯肯定是因为对方是亿万富翁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是人之常情 谁不想嫁给有钱人呢 最难的 都是王柯破产之后刘涛付出工作 这些年替丈夫还了不少债务 不管到处出于什么原因嫁到 但是如今刘涛做的一切 也能证明 她是个好妻子好女人 明雪当年被某一个圈大佬伤透了心 之后嫁给了后来的老公尹志强 谁承想结婚 没多久老公就被查出癌症 这种打击并没有让明雪退却 她一边照顾癌症丈夫 一边付出工作 足足照顾了老公十八年 直到尹志强去世为止 有心如此 夫妇何求 要说华裔最有名的导演 大家肯定会一口同声的说李安 作为一个在好莱坞都知名度超高的导演 李安最开始的事业却非常不顺利 曾经一度没有人找她拍戏 李安在家部工作足足六年之久 当年甚至一度被人戏称吃软饭 面对丈夫的事业困境 妻子却一直鼓励她 并且无法顾的支持她 后来终于有了拍电影的机会 李安也慢慢走向了好莱坞巅峰 成为了唯一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花人导演 而且还剩两次 你就说李安牛不牛吧 希望各位都能有个同甘共苦的好妻子好丈夫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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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